在过去的几个月,我们也是从以斯拉记来跟随神的子民,他们回归的日子。 我们是透过思想这段经文,希望带给我们人生和我们今天与神的关系的启发。 我们当日看到以色列的渔民能够可以归回耶路撒冷,其实就是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 他是透过当日的波斯王,也是透过当日一些神兴起的人物, 像所罗伯伯,像大祭司约书雅,也看过哈戈书,神如何藉着哈戈和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在这些渔民归回耶路撒冷那段时间里面, 如何作出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今天我们看到另一个人物,就是以斯拉。 是的,虽然以斯拉记我们看了这么多章, 它是今天在我们的经文里面,第七章才开始出现的。 究竟它是附上了一个什么重要的角色呢? 以斯拉的工作对于神的渔民有什么深远的影响呢? 所以我们今天就会从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来一起思想神的说话。 希望大家将你手上的圣经打开。 在你面前的图片,我都将一些重要的经文放出来。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和跟得上。 我们看到在第七章开始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当日这些事情之后, 就有一个人物的出现, 那个时代就是波斯王阿达陕西在位的时候。 有一个人叫做以斯拉, 他是谁的儿子,谁的儿子, 我们就省略了。 好了,我们看到第六节, 这个以斯拉从哪里来呢? 他是从巴比伦上来的。 他现在的文士精通耶和话, 一切的律法。 第七节讲到, 他是在阿达陕西皇帝七年上耶路撒冷的。 当日里面还有一些以色列人, 有一些祭司利美人, 唱歌门口首位, 还有是亦电, 电益。 所以我们看到这群人, 可以说是在巴比伦, 他们决议回来耶路撒冷。 他们带了这群人, 我们从另一个图片给他们看看。 这个阿达陕西皇帝七年是哪一年呢? 我们要注意在公元五百三十八年, 即是当日, 波斯王居鲁士如何允许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 我们看到, 这个就是以色拉记第一章开始的时候, 就是说到他们这些犹太人, 回到耶路撒冷。 他们经过了二十年, 他们在那里, 将那个圣殿已经完全建立了。 那就是五百一十五年。 当然我们也记得, 他们在建造的过程中, 他们停工了十五年。 然后再重新来做这件工程之后, 又五年, 即是二十年, 将那个圣殿建成了。 这就是第六章的完结的时候, 就说到他们已经成功完成了圣殿的工程。 到第七章, 就事隔了五十八年, 差不多六十年, 就到了以色拉的出现。 在这五十八年当中, 当日的领袖, 好像所罗巴伯, 耶稣阿, 哈盖阿, 撒加利阿, 我相信他们都不在场了, 已经离世了。 但是圣殿还在, 那下一代的渔民, 在这个英许之地, 他们有没有继续来到京归夜和华神呢? 他们的光景是怎样呢? 我们今天就从第七章, 跟着以色拉的回归, 去看看他们当日的情形是怎样。 我们从另一张图片去看看。 这个阿达陕西王的时代, 他就是在公元前的四百六十四至四百二十三年, 这个年间在位。 在这个期间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可以从以色拉记, 即是第七章这里, 还有, 将来我们在看利稀米的时候, 也会看到就是在阿达陕西王在位的期间所发生的事情。 希望大家从这个图片里面看到, 那个时代已经是从左手边的居老士, 当日批准他们从楼放回归。 他们是经过他们在耶路撒冷的重建, 大楼士, 或者是大利污王, 他们在那段时间, 他们将那个圣殿完全建造。 现在我们就跳到最右手边的王, 阿达陕西这个时代里面。 也在这一代的时代里面, 我们看到有马拉基先知的书卷, 在这个时代里面给以色列人的。 我们今天就不是看马拉基, 只是将那个重心放在以色拉里面。 希望我们将这些图片放上去, 帮助大家能够可以走紧一些, 那个时代和当日所发生的情形来的。 这是他的背景。 我们回到以色拉, 他父亲的角色是什么呢? 他人是什么人呢? 我们回到第七章。 他的背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已经交代了。 他是谁的儿子, 谁的儿子。 到最后的时候, 原来他就是大祭司阿伦的后裔。 换句话说, 他的背景是个祭司家族的背景。 他自己就是一个祭司, 可以侍奉在圣殿里作祭司的功绩。 第六节也说到, 他是一个文士, 精通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 第十节也说到, 他是不单精通神的说话, 他是立志去考究, 换句话说, 他不是只知道这么简单, 他真的很用心去研究, 去明白, 甚至遵行神借着摩西给他们的吩咐。 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很严谨, 十分注重神的说话的文士。 第十节也说到, 他也是将律例典章, 教导以色列人。 他也是一个老师。 他是将神的说话, 不单自己是引用在他的生命里面, 也都是教导以色列的愚民, 如何认真、明白、了解、 和遵行神的说话的人。 我们看到神是兴起这个人, 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 有些什么事情要他做呢? 我们看到下一节里面, 原来他是受到波斯王的授予一个责任的。 这个使命, 我们从第十五节看得很清楚。 这个王叫他, 以色列人说, 你要带着王和谋士, 乐意献给住耶路撒冷, 以色列神的金银, 和你在巴比伦全省所得的一切金银, 以及百姓祭司金心献给耶和华, 耶路撒冷, 他们神殿的礼物。 本句话说, 他要带着神, 要祂带的金银和礼物, 去到耶路撒冷, 神的殿里面, 来到去献祭。 所以他说, 那摩十七节, 你就当用这金银子, 急速买公牛, 公面羊, 小面羊, 和同祭的数祭, 晓酒祭, 殿在耶路撒冷, 你们神殿的坛上。 很清楚。 他的使命就是要带着这些金银礼物, 以及一切需要献祭的畜生, 甚至是苏祭, 去到神的殿, 来到献祥。 这个意思就是为王, 以及他的国家, 求告耶和华神, 去敬拜耶和华神, 去献祥。 除此之外, 在第25节, 他也是授权的。 他说:"你要照着你神, 赐给你的智慧, 指派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 作官长、审判官, 治理何西所有的百姓, 教导不明白神律例的人。 在第25节也说:"不单负皇名, 去到敬拜。 他也是授权, 在当中里面, 去指派一些领袖作官长, 去治理当日的犹太人。 他不单为他们兴起的领袖, 还要教导工作。 因为他是民事, 他是熟读神的说话, 律法的人。 王就说你要教导一些不明白神律法的人。 还有, 凡是不专行神律法的人和王名的人, 当速速定他的罪, 或处死、或冲军、或抄瓜、或困金。 你看到他真是可以说到 得到这个王很深深的弃重。 那你觉不觉得, 为什么一个普通的人, 以斯拉, 是这么受到当日波斯王的弃重呢? 为什么这个波斯王不是犹太人? 他远远都要去到耶路撒冷, 要宴祭呢? 他自己去不了, 他就吩咐以斯拉, 是为他来去献祭, 敬拜耶和华神。 你觉不觉得很奇怪? 我觉到很奇怪。 对于以斯拉来说, 他就明白原来这些, 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很出色的本事, 或者是如何出以众不同的人, 是因为神的作为, 是神在这些王, 以及在他身上所成就的美事。 我们看看去到下一个图片里面, 以斯拉如何解释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呢? 我们先看看第七章, 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以斯拉说, 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重的, 因他使王, 喜者心愿, 使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殿得荣耀。 是因为是神的手里面。 他说, 所以神是应当称重的。 二十八节。 他又在王和谋士, 以及王所有大能的官长面前, 施恩给我。 因为是出于王的手, 出于是神的手。 他说, 我恩耶和华, 我神的手帮助, 得以坚强, 从以色列中召集领袖, 与我一同回来。 其实, 他看到神的手里面, 其实是掌管一切。 所以他今天一切, 他得到这个诗恩, 完全是出于神的诗恩的手。 我们再看到, 在第七章的第六节, 其实他已经说了神的手。 在第七节的时候, 王允咀一切的要求, 就是因为耶和华, 神的手是帮助他。 我们看到, 对于以色拉来说, 这些事情, 原来一点都不是偶然。 因为背后, 操纵一切的, 不是波斯王, 而是万王之王, 他的手在后面。 从今天这个经文里面, 看到神的手, 是有总共五次的。 在下一张图片里面, 我们再看到, 在第八章, 第十八节。 当日, 以色拉要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需要一些利美人, 以及一些在圣殿里面, 去帮忙的。 这都是利美人。 当日, 他是不够人手的。 他如何去, 在这些愚文当中, 找到适合的人呢? 在第八章, 第十八节, 他有一个交代。 他说, 就是蒙我们神, 一份诗恩的手帮助我。 在他们中间, 有以色列的曾孙、 利美的孙、 末尼的后裔中, 带了一个精明的人来, 就是, 是利比, 还有他的众子与兄弟共十八人。 换句话说, 他有需要找适当的人, 来和他一起回去耶路撒冷, 去敬拜和侍奉的时候, 神供应的手, 就带给他有适合的人的质素, 也有人数完全符合他们的要求。 在第八章, 二十二节里, 亦都说了一件事, 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一下的。 当日, 他未起程之前, 他和波斯王说, 我们路途遥远, 要经过四个月, 才能够回到耶路撒冷。 但我不需要王为我担心, 以及加派士兵去护送全程我们回去, 因为他们会带着很多金银礼物, 所以是很容易被敌人, 或者是强盗在这四个月的路程当中, 去攻击他们, 去抢他们, 甚至伤害他们的生命。 但是, 他因为他和波斯王说过, 他说, 我不需要你派兵, 因为神的手, 神施恩的手, 必会帮助我们。 所以他是很肯定, 相信神的保护, 会任备他们。 他甚至说一句话, 十分漂亮, 他说不单只是我们, 凡是寻求神的。 神的能力和愤怒, 必攻击凡离其他人。 换句话说, 他很肯定, 其实神是值得我们去敬畏的。 他不单有能力去保护我们, 亦是有能力去责备敌党他的人。 我们看到, 其实这件事, 他说了之后, 他是不是真的那么肯定, 他们的沿途真的能够平安度过呢? 我们当日, 在十三节里面, 看到他们为此禁食祈求神, 藉着他们的祷告当中, 他们得到神给他们的平安, 知道神必定会允许他们平安的到复。 好了, 到他们的平安到复了。 8章31-32节, 我们看到, 在十三节里面, 我们从阿哈阿河边起行, 要往耶路撒冷去。 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 救我们脱离受的和路上埋伏的人的手。 我们到了耶路撒冷, 到那里住了三日。 我们看到, 藉着神保护的手, 他们能够安然地, 带着那么多的财宝和礼物, 回到耶路撒冷, 一个都没有损伤, 一些金银财物都没有被抢。 在这件事件里面, 其实给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在人生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真的会遇到一些恐惧的事情, 或者觉得有时我们的生命会受到威胁, 你最怕什么呢? 对于以斯拉来说, 他这句话说:"我们的神施恩的手, 必帮助凡寻求他的人。 我觉得这句话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 是神施恩的手, 必帮助凡寻求他的人。 好了, 我们看到他们平安地回到耶路撒冷, 他又如何进行黄给他的使命呢? 我们从下一张图片看到, 第八章三十五和三十六节, 他们平安到达三十五节, 就从被老之地归回的人, 为以色列众人献十二头公牛, 九十六只公面羊, 七十七只小面羊, 又献十二只公山羊和作属聚祭。 这些传都是献给耶和华的凡祭。 我们看到他去到神的面前, 就是献祭敬拜。 不单是为波斯王来献赏, 他也是为他们自己献赏, 为他们这一班能够可以归回耶路撒冷的渔民来献祭。 三十六节也将被王的御子交给王的总督与河西的省长。 他们这些总督、省长、这些地方的政务官, 可以这样说, 为波斯王做事的人, 现在得到王给他们的预兆, 他们当然就立即去资助百姓, 以及去支持神殿的工作。 我们看到这些人, 现在可以说是另一个时代, 另一班新人, 以斯拉和这些渔民, 也都可以得到他们在耶路撒冷能够可以安居乐业, 能够可以安全地继续去敬礼侍奉耶和华神。 这件真是十分十分美的事情, 是完全可能猜不到的。 是不是? 相信他们当日, 这些人数那么少的渔民, 他们担心在耶路撒冷能不能够可以有他们自己的圣殿呢? 现在他们真是可以很肯定的, 经过了这么多年, 现在他们仍然可以继续去敬礼侍奉耶和华神。 其实他们真正的属灵状况又是如何呢? 在外表上, 圣殿已经成立了这么多年了, 已经事隔了差不多60年了, 已经有两代人了, 现在下一张图片我们就看到, 其实他们一些情况不是那么理想的。 在第九章, 我们就看到, 这些事完成以后, 众领袖来接近我。 这个我很清楚的, 就是说到以色拉, 以色拉是用了第一身的, 说到他自己。 所以在这个记录里面, 是很相信彩智以色拉, 他自己个人的不记也好, 一些记录也好。 他发现了什么事情呢? 这些人跟他说, 他说, 以色列的百姓, 祭司和尼美人, 没有弃绝迦南人, 赫人, 以彼世人, 耶布斯人, 阿门人, 摩厄人, 埃及人, 和阿摩利亚人, 等列邦民族所行可争的事。 原来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发生, 就是这班回到耶路撒冷的渔民, 现在行一些神眼中可争的事情。 当然, 应该说到在他们的敬拜里面, 他们其实就是跟着这些加南人, 受到他们的影响, 以至他们的敬拜神这件事里面, 会得罪了神。 接着说, 因为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取了这些外邦女子, 以至圣洁的种子和列邦的民族, 混习, 而且领袖和官长在这些事上是罪灰。 换句话说, 现在很多人, 甚至应该知道不这样做的, 他们的以色列的领袖, 或者是祭司, 或者是利美人, 他们都做了这些事情, 将自己, 或者是他们的儿子, 和这些加南的外邦女子, 来娶他们为妻。 所以, 现在这些事情, 是十分严重地影响他们在神的面前, 分别为圣, 成为神的子民, 很大的威胁。 我, 这里说到以色拉, 一听见这件事情, 就撕裂衣服和外袍, 不了头发和胡桑, 反应很大。 是吧? 其实他也是表达, 他为这件事情的痛心, 惊慌地坐着, 坐在地上, 坐在地上。 对于他来说, 为什么这件事情是这么严重呢? 究竟神的说话里面, 被当日这帮以色列人, 入加南地的时候, 有什么吩咐, 以致他们不能够娶加南的女子为妻呢? 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 就很快地去看看, 在另一篇图片, 就是昔日, 神如何藉着摩西给以色列人。 我们很快地, 因为章节很多, 所以我们只是看那几节。 在《生命记》第七章第三节, 不可与他们结亲, 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 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 为何不能够跟他们结亲呢? 即是这样, 《因为》第四节, 《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女儿离弃我去侍奉别臣, 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发作, 迅速将你除灭。》 很清楚当日神叫这些以色列人进入这个应许之地 是说出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进去的时候 他们会受到当地迦南人的生活方式 以及他们敬拜偶像的影响 所以他提他们说你们不能够受他们的影响 因为他们会带你离开我去侍奉别臣 你就会激怒神 神就会审判 将你去除掉 其实神是提醒他们 神也在这些经文今天没有放出来的 比如说 在《生命记》第九章提他们 神将这个应许之地给你们 不是因为你们给其他的民族优胜 其实就是因为迦南人在当地里面所行的恶事 以及所敬畏的偶像 所以他们这些事情是不能够被神来容许的 所以神说 我就要将他们赶出去 所以你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 你们不能够像他们那样 来到去拜别神 来到去行和过一个腐败的生活 因为我是圣洁的神 所以你要生活圣洁 我是唯一的神 所以你要敬奉唯一的真神 你们不能够过迦南的生活 所以这是很清楚的 下一张图片也带给我们看到 其实神对于非犹太人是不是歧视呢 是完全不是歧视的 当日是出于他们的信仰的问题 完全不是说因为种族的 在《生命记》第十章 有这两节的圣经 我特别是用了的黄色的字 是特别显眼一点 给我们去看清楚的 十三节神说 我将这些的戒命给你们 是为你们得福为你们的好处 免得你们是得罪了我 但是十八节他说到 他说你们要怎样呢 神要怎样 你们要怎样 神是会为孤儿寡父身尊 外护寄居的人 刺给他们的衣食 所以 你们以色列人 也都要外护寄居的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 也是做过寄居的人 寄居是什么意思呢 很清楚 寄居就是不是你本族的人 现在是在你的境内 是一个过客 可以说是外族 外邦人来的 神说 其实神是外护外邦的寄居的外族 也会赐给他们的衣食 他说 因为神是一个怜悯神 怜悯人的神 他说 所以 你是我的子民 也都要像我那样去外护外邦人 在你们境内的 在你们和你们一起住的人 虽然不是和你们同族 不是和你们有什么 正所谓亲戚的关系 或者是血缘 或者是纷争的关系 是一个外人 但你也要去外护他 因为你们以前 也都是好像在埃及 做一个寄居外人一样 神怎么样 是怜悯你 所以你知道 是做寄居人的辛苦 所以你一定要去联系 去外护他们 很清楚说到 在这里交代了之后 希望大家就明白 当日以斯拉 她是熟读神的说话 她是完全明白 当日他们这班的愚民 如何去结亲 以及在这件事情里 去违背了神 给他们的吩咐 不能够与这些外邦的女子 来结亲的原因 在这里 看下篇图片 我们看到 第五节 再交代 以斯拉她的反应 她坐在地上 坐了一整晚 到献晚祭的时候 我从仇凡中起来 穿着施裂的衣服 和外袍 伤失跪下 向耶和华 和我的神举手祈祷 第六节 说 我的神啊 我普愧蒙羞 不敢向你 我的神仰念 因为我们的罪业 多到灭顶 我们的罪恶滔天 我们停一停 首先我们注意 当日 以斯拉她自己 没有这样 是和外帮女子结亲 但是为什么她用了 我这个字 她说我啊 真是为这件事蒙羞 不敢来面对你呢 是表达到她 虽然她自己 是处身之外 但是她仍然是表达 和其他人 是完全全结的 她代表其他人 和这群愚民 特别犯了罪 我们的罪业 真是多到灭顶 多到 过了我的头 罪恶滔天 她甚至 是再将 他们今天所发生的事情 连 当日 当日 以色列他们的祖先 他们的罪一样 昔日他们的祖先 来七节 从我们的祖先日子到今天 我们的罪恶心重 当然 也说到他们当日的 勃破家亡 就是因为神 在他们身上的审判 责备他们 离弃了 敬畏耶和华神 在他们的生活里 去败坏 去 拜偶像 甚至在他们的 生活里面 完全的腐败 真是活出不了 圣洁神的 子民的生命 所以 他说 我们的罪孽 我们的军王 祭司都被交在鄰国的诸王手中 被杀害 努力 抢夺 念上蒙羞 正如今天的境况 七节 是说到 从 割破家亡到现在 我们今天都好像学不到 当日里面 应该学的功课 是不是 所以他在神的面前 就是用这些说话 去承认他们的不是 下一篇图片 我们再看看 第八节 他说 现在耶和华 我们神 暂此向我们施恩 为我们留下一些残余之闻 这句话 其实就是说 虽然我们是这么坏 神啊 你仍然是对我们施恩怜悯 你仍然是对我们施恩怜悯 有好处的信 你为我们是保存着这一帮 的愚民 使我们 鱼 钉子 钉在他的圣所 换句话说 使我们今天能够可以 回来 亦都能够可以落地生根 在耶路撒冷 在英许之地 可以重建我们的家园 有我们敬拜的地方 让我们神光照我们的眼目 使我们在受管车之中 稍微復兴 他这里真是数算神对他们的恩典 虽然他们这么坏 神仍然向他们施恩 叫他们从波斯珠王的面前 得到无论 可以回来 得到可以重建圣殿 叫我们复兴 能重建我们神的殿 修补毁坏之处 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盛场 好 我们再看看 他数算完神对他们的好处 第十节 下一张图片 他说我们今天要怎么说呢 第十节 我们的神既然如此 我们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 我们今天离弃了你的戒命 除了认错之外 他们很清楚说出他们错在哪里 他说 因为我们离弃了你的戒命 就是你借伯仁 众先知所吩咐的说 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 是污谓之地 因列邦民族的污谓和可争的事 叫这地从那边到那边都充满了污谓 他说 现在不可把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 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 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 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吃这地的美食 并把这地留给你们的子子孙孙为业 但在这几节的圣经里面 在以色列的讨文里面很清楚认错 是很说出他们错在哪里 很多时候我们认错 我们很含糊地说我们错了 但是他们很清楚 我知道错在哪里 在这三节的圣经里面 我们再看这三节圣经 我们再做一个完结 他说 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恶行和大罪 遭遇这一切的事 就是当日国火家亡的事 但是我们的神惩罚我们 轻于我们的罪所当得 就是换句话说 他们今天所得的 是应得的 但是神已经减轻了对我们的惩罚 十四节 我们怎样还可以再一次违背你的戒命呢 第十五节说到看 我们在你面前有罪 因为无人能够在你的面前暂立得住 很清楚在这段认罪的讨文里面 我们真是有深深的体会到 当日里面 圣殿已经重建 已经是有六十年了 原来外表上面一个圣殿 不是等于他们的属灵是兴皇 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去参拜 敬拜 可以说 如果只是巡视一些公式化 仪式化 或者去参与一些歌唱 黑板式的程序 中毒经文 或者守些什么的折旗 这些不代表我们是对神的尊重 对祂说话的认同和去遵行 是吧 有句说话叫人在心不在 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 真是很违背我们的信仰 所以以色拉就说 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可以轻视和去违背你的戒命呢 我们是有罪的人 在你的面前怎么能够可以站起身呢 我们相信 今天对于我们来说 也有很大的提醒 神要祂的子民 珍惜和祂的关系 因为不只是外表上面 是用一些公式化 仪式化 一些宗教上面的参与 就算了我们是敬畏了耶和华神 我们去守了礼拜了 神是要我们去认清楚我们的身份 是神的儿女的身份 如果得罪了祂 我们要认错 我们要回转 因为认错回转 就是和神修补和复兴关系 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 好了 这段时间真的不容许我说下去了 我们就今天在这里做完结 希望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里面 给我们个人和神一个复兴的关系 一个很好的启发 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 如果得罪了祂 我们不要觉得这是一件小事 我们要认罪 我们要悔改 一起祈祷 祈下我们 求祢是联敏我们 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真是很容易的就跌倒 很容易给我们自己很多的藉口 在我们的生活上面 或者在我们的信仰上面 是违背你 是做一些是你自己不能够容纳的事情 主啊 求祢是联敏 求祢是蛇灭 求祢是帮助我们 在祢的面前 有一个悔改的心智 以至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能够 是 除了是知错 是能够离开我们贪恋的罪来跟随你。 主,求祢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